大家好 我是Andy良 我們今天要來拍的是阿嬤的料理系列 因為附近的鄰居已經來敲門了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拍料理系列了 網友已經來問 欸 怎麼那麼久沒有來拍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拍喔 好 嗨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養賭怎麼處理 哎呦 養賭喔 欸 之前我們好像沒有做過養賭的料理 養賭是現在冬天的嘛 對 就有現宅的養 嗯 是的 還有養賭 喔 那養賭很好吃 現在我在這裡已經在這裡煮 這個是我們從市場買回來的養賭 對對對 啊那 就是洗貨 買回來以後 我們要清洗乾淨 要用那個 呃 麵粉 麵 啊 麵粉 麵粉下去跟它搓形 麵粉 對 麵粉 麵粉 對 用麵粉給它洗洗乾淨淨淨 嘿 啊就洗乾淨以後 我們就放下來 這裡有用這個蔥啊 還有薑啊 還有一點點酒 啊是給它去味就對了 對 齁 這個養賭很好吃 可是要處理 不然會有那個燒味 對 人家不會處理的齁 都弄起來他不敢吃 現在就是要 把它去除掉它的腥味就對了 對 其實很簡單 就是洗乾淨 對 麵粉 麵粉 麵粉下去跟它搓洗搓洗 搓洗乾淨了以後 對 就把它拿來 這個用水下去煮 就用這個蔥姜 啊有酒 下去就這樣子煮 煮差不多半個小時 煮半個小時 大火給它煮半個小時 啊要滾嗎 要啊要滾啊滾起來 以後不用大火啦 就 就大概中火這樣子 對對對 就這樣子 對 給它煮半個小時 煮半個小時以後 對 再拿去清洗 對 清洗乾淨了以後 再來煮一次 呵呵 再來煮一次 等說這半個小時 我就是完完全全的 去給它去除腥味 對 我買一個那麼大 對 因為羊肚它也有好幾個胃喔 好幾個肚啊 你看 所以像這樣一份這樣 多少錢啊 這個買不會貴 OK 很便宜 可是你如果到那個羊肉乳的店去吃 一小份 是很貴的喔 一點點而已就兩百塊 哎呦 但是我覺得 我這樣子聽起來 它是很備攻啦 對不對 其實也不會 洗一洗 啊就是放下去給它煮啊 你看煮半個小時 你就放著給它煮就好了啊 我就不用管它 我可以做別的事情啊 哦 洗 羊肚已經煮了半個小時了 對 好 好 哎呦 你看半個小時以後 它已經縮得變那麼小了 好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拿去洗一洗 好 關掉 好關掉 嗯 先煮把它搓一搓 把它再洗一下 洗乾淨了以後 再下去煮 煮過半小時以後 煮過半小時以後 然後把它洗乾淨 對對對 洗乾淨 再洗一下 清洗乾淨 對 好啊再放清水 再放這個 你看 薑片 都掉在裡面了 ok 好的 還有蔥 還有酒 再給它加一點酒 對 這個30多多的 嘿嘿嘿 對啊 這個 哦 30多米酒 對 加一點 沒有那個 普通的一樣啦 我們上購賣擠賣的那種 米酒啊 都可以 嘿嘿嘿 然後呢 然後就這樣開火 再給它煮 再煮 煮如果要 也剛好 如果比較年輕的要吃 就差不多 一個小時 再煮一個小時 10分鐘 對 啊比較 年長一點的 就差不多一個小時 20分鐘 哦 所以完全一樣的動作 對 做兩次哦 對啊 第一次30分鐘 對 洗一下 再來一個 對 一個小時20分鐘 對 啊 煮好了以後 就 你可以就把它分 分成 看 你一次要吃多少這樣 分成幾等份這樣 搓一下 嘿對 你這樣搓 很輕易的就這樣搓下去 就好了 就可以穿過去的話 就 這樣就是 表示它熟了 ok了 對對對 而且也不會有聞到那種 羊燒味的問題 對對對 完全沒有那個味道了 哦 所以我們剛剛就 就加了薑片 哎呦 蔥段 嘿對 對不對 嘿還有 米酒 米酒 這些 很重要的 工作 對 做了兩次 對 人家賣羊肉 現載的那個羊肉啊 他也有 炒這個啊 哦 炒羊肚 所以我們這個是 羊肚的前處理囉 這個就是剛剛 我們把那個羊肚有沒有 拿出來 那冷了以後 我就把它分裝 你看一個 你看 它這個是我們剛剛 煮到那個湯的水了 對不對 對對對 啊這個 羊肚冷了 啊我就把那個湯也 用過來 舀一些過來 因為我們要 如果你要儲存的話 因為一次吃不了那麼多啊 對 啊就把它分成 我把它分成四等份 啊裡面加一點點 那個湯汁下去 啊這樣冰起來 這樣放 這樣放涼了以後 就這樣子 現在是冰的 現在是冷了啦 對對對 啊冷了以後 就可以放冷凍庫 哦 啊你隨時要吃的話 就拿出來退冰 就可以吃了 哇 冷凍我可以放個一年 都沒有問題 對因為裡面有加了水 OK 不要放太久啦 好了一年 放太久了 新鮮比較好吃 對不對 也是不要放太久啦 就這樣子 這樣子 就可以冰起來囉 你也學會囉 嘿 掰掰 這樣很簡單啦 OK 只是要時間而已 好 拜拜 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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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